水产店老板被店内的鱼缸砸死 原以为这只是一场意外 不料警员张文勘察现场时却发现 店里的空调温度被设置到了30度 要知道现在正值酷响 并且这是一家水产店 店里的空调怎么会调到这么高的温度 张文检查了放置鱼缸的木架 发现木架顶部靠里的一侧是干燥的 靠外的却有一些水迹 因此他断定这不是一起意外 而是故意杀人 随后根据现场勘察到的细节 张文还原了案发当时的情况 凶手进店后 从背后袭击了死者陈灵妇使其昏迷 然后在鱼缸下面放置了一块冰块 散好位置打开空调设定定时关机 抹去一切痕迹离开现场 冰块慢慢融化 失去平衡砸倒陈灵妇后脑 看起来就像一场意外 可光屏幕架上的水字 并不能证明冰块的存在 于是张文让人去查了该店的店表 发现平时店里晚上用店五度左右 而昨晚却足足用了十二度电 这证明张文的推测是正确的 就在警方准备收队时 张文注意到 散落一地的扑克牌中有一张比较特殊 拿起来一看 上面竟写着 万恶有中 天降审判 并画有一只流泪的眼睛 显然 这是有人故意留下的讯息 回到警局后 警员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在网上搜索这句话 不料 在陈灵妇遇害的新闻下 看到了一个叫上帝之眼的用户流言 恰好留的是扑克牌上的这句话 随后 警员又搜索了该用户的其他发言 发现他上一次发言 是一年前张文父亲去世的新闻 林远阳教授是张文的养父 一年前林教授在家 殷勤化物中毒死亡 当时的调查结果 是有人在林教授常用的钢笔中加了毒药 林教授有个不太好的习惯 就是钢笔不出水的时候 会在舌尖上沾一下 而凶手就是利用这个习惯 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了林教授 不过知道林教授有这个习惯的 一定是身边比较熟悉的人 但警方调查了很久都没有线索 至今这还是一起寻案 如今陈灵妇的案子 竟然和林教授的案子有关 这让张文迫切地想要找出真凶 穆队认为按照凶手的逻辑 杀害陈灵妇是因为万恶有忠 天降审判 那么陈灵妇一定是做过恶才被人盯上 可林教授生前的评价都是很好的 能做过什么恶呢 现在只能先从陈灵妇查起 寻找突破口 通过调查银行流水 陈灵妇通过水产店 一年内还上了200万债务 可就他那个小坡店 一年怎么可能赚到200万 张文查看了陈灵妇的账本 发现他一年最多能赚80万 连200万的一半都挣不到 也就是说 他还有一百多万收入 来历不明 这时一名警员有了重大发现 他查了陈灵妇过去一年的银行流水 发现有个6251开头的账户 每月不定期给陈灵妇汇款 数额从10万到25万不等 最后一次汇款 就在案发的前三天 经过调查给陈灵妇汇款的账户 是恒昌鱼业公司的户头 可张文记得 最近恒昌鱼业欠了不少钱 从附近路过时 还经常看到一些讨债的人 在经济状况如此不好的情况下 恒昌鱼业 怎么会给陈灵妇打这么多钱呢 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模拟 张文走访了几家海鲜饭馆 发现自从去年2月份后 陈灵妇就以供不上货为由 提前终止了合同 而这个时间正是灵教授出师之后 而且最重要的是 恒昌鱼业的老板王大龙 曾是灵教授的学生 这也太巧了 因此 张文根据目前的线索推断 陈灵妇供货的海鲜馆 就在灵教授楼下 陈灵妇很可能是卸货的时候 看见杀害灵教授的凶手 并以此为威胁凶手支付高额封口费 于是凶手通过恒昌鱼业的账户 每个月给陈灵妇打钱 到最后不得不挪用货款 也要堵住陈灵妇的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凶手极有可能就藏在恒昌鱼业 而恒昌鱼业能够随意支配资金的人 正是老板王大龙 那么王大龙会不会是上帝之眼呢 然而正当警方打算拘捕王大龙时 王大龙居然出事了 凶手每次杀人后 都会留下一张扑克牌 警方通过一系列调查 怀疑凶手就是恒昌鱼业的老板王大龙 可正当警方准备拘捕他时 王大龙居然死在了沙滩上 现场同样发现了一张扑克牌 经过初步尸检 王大龙应该是中毒身亡 死亡时间在15个小时以上 附近的酒瓶上只有死者自己的指纹 不排除自杀的可能 与此同时 王大龙的儿子王兴也赶到了现场 正想冲破阻拦过来看一眼附近 可将他带回警局后 王兴的情绪却又很快平复 他一脸淡然地说王大龙 应该是因为债务自杀的 这样的前后反差 引起了所有人的怀疑 只有张文知道 王兴之所以如此反应 其实是因为他 并不是王大龙的亲生儿子 原来二十多年前 张文还没有被林远阳收养时 林远阳和几位合作伙伴 一起研发了一种开发记忆的药物 张文的亲生父亲张国成 是一名商人 嗅到商机后拿出所有身家投资 药品通过了动物检测 但审批还没通过 暂时不能进行人体检测 张国成为了尽快上市赚钱 竟然在儿子张文身上 做起了实验 恰好被林远阳撞见 林远阳震惊之余 十分不满 当即给药监局写了举报信 因为这件事 这几个人产生了分歧 后来几人在实验室大胆出手 打斗中不知道是谁 打碎了酒精灯 导致实验室发生火灾 最后只有林远阳和王大龙活了下来 之后 林远阳收养了张文 王大龙收养了另一名死者 陆宇的儿子王兴 那场火灾之后 张文和王兴也就不再联系了 因为药物影响 张文患上了超抑症 可以记住 所有见过听过的东西 听上去似乎是因祸得福 可实际上 这种病非常痛苦 这种病 让张文的大脑 时刻保持专重 导致他常常因为 接收的信息量太大陷入昏迷 张文突然想起 这两起案子 现场都发现了扑克牌 那么林远阳遇害时 现场是不是也有呢 想到这张文立刻返回家中 猜测那张扑克牌 会被放在哪里 张文环视一圈 最后将目光落在了书架上 林远阳有强迫症 书籍都是按照颜色分类的 可里面有一本书 却放错位置了 张文拿出来一看 里面果然有张万恶有中 天降审判的扑克牌 这也说明林远阳 陈灵妇 王大龙 都是被同一个人杀的 细细想来 经历过那场实验室火灾的人 全都死了 看来这背后的一切 还是与当年的实验有关 法医经过进一步尸检 确定王大龙是死于 情化物中毒 不过酒瓶上 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 其中一个酒瓶里 有氯化物残留 但他的身上和手上却没有 基本可以确定 是有人偷偷给他下药的 凶手在离开前 清理了现场 并将王大龙 伪装成了畏罪自杀 而且能和王大龙 在海边喝酒的 一定是熟人 想到这儿 张文决定从 王大龙的人际关系查起 于是 来到王大龙的公司 找王兴 门卫大爷通知王兴后 才把人放了进来 张文这次过来 还有一件事 就是让王兴 签一份立案通知书 王兴看到后 犹豫了片刻 张文见状解释 警方怀疑 王大龙是死于他杀 你爸拎着啤酒 去海边喝酒 现场 居然找不到开瓶器 而瓶盖呢 又明显不是咬开的 两瓶酒这么到这壳 不就得了吗 嗯 也行 但是 他是用什么装毒药的呢 现场找不到什么袋子 也没有瓶瓶罐罐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 王兴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父亲真的是被谋杀的 肯定是那群药账的人干的 他父亲虽然平时脾气不好 但没得罪过什么人 哎 对了 这和你们那天给我看 那个上帝之眼有关系吗 原本张文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听到这句话 张文已经确定 王兴与这几起案子有关 因为在此之前 他只是让王兴看了那张扑克牌 并没有提到过上帝之眼的事 为了不打草惊蛇 张文决定先静观其变 再拿到横昌渔业的债主名单后 就离开了 回到局里 张文立马向领导申请抓捕令 但领导认为张文做的事有罪推定 没有人证物证 不能抓捕 张文郁闷地来到海边吹风 不料竟有了重大发现 警察只是摸了一把地上的沙子 竟想到了找出凶手的方法 他立马飞奔回警局 验证自己的猜测 王兴曾经说过 案发当晚 他一直在公司加班 如果他没说谎 那他应该没有换过衣服 假设他是凶手 在海滩上坐了一晚 身上鞋上 甚至车里一定会沾上沙子 次日 他赶来现场 被拦在了海滴上 是不可能接受到沙子的 所以 只要找到沙子 就能证明王兴前一晚去过沙滩 张文气喘吁吁地跑回警局的会客室 确认王兴走后 没人进来过后 用手摸了摸椅子和地面 果然在上面发现了沙子 现在可以确定 王兴就是杀害王大龙的凶手 警方立即赶到横昌渔夜 准备拘捕王兴 不料王兴居然持枪拘捕 被当场击毙 而木子也身负重伤 好在经过抢救木子脱离了危险 张文为行动失败 懊恼不已 再次梳理案情时 他发现 仅凭王兴一人 很难将那个鱼缸 固定在冰块上 难道他们还忽略了一个人 就在这时 一名警员找到了一张 25年前的合照 照片里的人 已经全部都死了 但是警方一直忽略了 拍摄照片的罗洪 当时是张国成的秘书 火灾时 他也在现场 后来被烧成重伤住了院 结案后 也没人注意过他 张文猛地响起 横昌渔夜的保安脸上 就有一大片烧伤 这时 王兴的电话突然响了 张文立马接了起来 对方正视罗洪 张队长 别来无恙啊 罗洪约张文明天 在张国成的墓地见面 因为明天是张国成的忌日 次日 张文拿着菊花 来到张国成墓地 没一会儿 罗洪就一瘸一拐地出现了 罗洪上下打量着张文 不由感叹 他长得和张国成越来越像了 但张文在乎的不是这个 他更想知道 罗洪为什么要杀林远阳 毕竟他是无辜的 可罗洪听后却说 他是死有余辜 原来罗洪早年起 就跟着张国成干了 张国成很讲义气 对他也很大方 当年实验室的那场火灾 其实并不是意外 王大龙酗酒如命 把酒带到了实验室 几人动手时意外 引发了火灾 张国成和王兴的父亲陆宇 在火灾中遇难 因此 即便王大龙后来收养了王兴 王兴对他 还是恨之入骨 至于林远阳 他错就错在 什么都没有做 警方将那起火灾定为意外 可林远阳 王大龙 以及罗洪都清楚实情 林远阳说没有说出实情 是为了张文和王兴的以后 可罗洪觉得 林远阳不该说谎 于是 为了惩罚林远阳 他在林远阳的 钢笔墨水里下了毒 他用那张嘴 撒谎 我就让他死在那张嘴上 罗洪知道 王兴一直想为父亲报仇 于是 两人一起 杀害了陈林复 之后 王兴又在 王大龙的酒里下了毒 杀死了这个养父 至于王兴的死完全是个意外 当时 罗洪拿了王兴的录音笔 想听听他和警察 有没有说漏什么 结果听到 王兴提到了上帝之眼的事 当时他就知道 王兴露线了 不过 他还没来得及动手 警方就来抓捕王平了 王平还因为持枪拘捕 被击毙 也算是得到了报应 而罗洪从打了那通电话开始 就没打算继续逃命 他就是想来 这里最后看一眼张国成 交代完一切后 罗洪平静地接受了逮捕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罗洪一生都活在恨中 他不断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可这样做百害无一利 与其在痛苦里挣扎 不如放下一切重新开始 只是现在才想清楚 已经太晚了 这是一部 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 在1999年到2004年5年的时间里 黑龙江先后有三名男性 被人杀害后分尸 尸块被抛到拳上 而每个受害者生前 都曾跟一个凶小 华少的女人有过来往 这就是曾轰动全国的 哈尔滨瓷雄霜杀杀人碎尸案 1999年 一件碎尸案引发了全程关注 尸体被分解后包在塑料袋里 随着运煤车运往全省各地 连死者身份都认不全 刑警张自立到达现场后 很快从尸体随身携带的证件中发现 死者名叫梁志军 是运煤厂的一名过棒员 通过调查梁志军的工作环境 警方很快发现了一点 运煤的司机一般都是往一两个固定的煤厂拉煤 可就在案发这段时间里 有一个司机曾同时向十几个发现 尸块的煤厂运过煤 警方于是第一时间联系这位司机 希望司机配合调查 可没想到司机做贼心虚 箭逃跑不成 直接向警察掏了枪 随着砰砰几声枪响 两名警察因声倒地 警察张自立也因此受了伤 还丢了工作 这起案子让张自立一直耿耿于怀 他觉得凶手不仅仅只有司机 可是他现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厂保安 已经失去了继续调查的资格 直到五年后的一天 张自立照常下班回家 恰好遇见了从前的同事小王 小王此时已经是刑警队长 经手的都是重大案件 他告诉张自立 与五年前那起碎尸案类似的碎尸案再次出现了 同样的天女散花 同样的用拉煤车运往全省 而更巧合的是 两名死者都与梁志军的妻子吴志珍有关系 一个是在和吴志珍结婚前一天被杀 而另一个则是刚和吴志珍谈恋爱就出事了 张自立听后顿时来了精神 也参与到了案件的调查当中 根据小王所说 两个被害人被害时都穿着冰刀 估计是华野兵的时候遇害的 因为下了几场大雪 作案现场已经被覆盖了 目前吴志珍是这桩案件的唯一线索 警方只能从他身上寻找突破口 于是 张自立开始有意接近吴志珍 他不仅到吴志珍工作的干洗店洗衣服 借机观察吴志珍的生活 还为了能多和老板套几句话 故意弄坏了洗好的裤子 诬赖给吴志珍 借着缝扣子的机会 张自立开始和洗衣店老板闲聊 老板忽然提起五年前的一件往事 那时吴志珍刚来干洗店上班 笨手笨脚把顾客的一件皮草给洗坏了 顾客索赔两万八千元 这笔钱在1999年无异于一笔巨款 吴志珍怎么可能赔得起 不过好在顾客闹了一个多星期之后 就再也不来闹了 两人正闲聊着 吴志珍忽然从屋里面走了出来 借着收拾桌子的机会 在张自立眼前放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面写着别再跟着我 原来吴志珍早就发现张自立在跟着自己 可张自立在看到纸条后 不但没有放弃 反而更加深了对吴志珍的怀疑 张自立开始跟踪吴志珍 哪怕吴志珍只是简单的送货 张自立也不肯放弃 可是让张自立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下车徒步跟着吴志珍走了一段后 再回到车边想要上车时 这短短一分钟内 他的车就坏了 眼见着跟不上吴志珍了 张自立在看自己的车 这才发现雪地里车边的两串脚印一来一往 并在他的车边逗留 很明显是有人故意白弄坏了他的车 之后又逃之夭夭 张自立知道 自己可能已经成了杀人犯的目标 而这也正是他想要的 女人正在认真工作 老板却忽然从身后抱了上来 显然吴志珍已经对老板的咸猪手 习以为常 他没有喊叫 而是选择直接打翻水桶 吸引了门口客人的注意 这才从老板手中逃了出来 他捂着打翻水桶时 不小心割伤的手指 走出来才发现 来的客人是张自立 张自立看见他手上的鲜血 立刻出门 买了纱布和消毒水回来 还帮吴志珍赶走了来闹市的小混混 这一刻 细心帮助他的张自立 和总是占他便宜的老板形成对比 吴志珍高高雷起的心房 在此刻终于坍塌 他虽然还是让张自立别再跟着他 却同意了张自立 明晚一起去华野兵的邀约 张自立自然十分高兴 他就是想成为诱饵 然后亲手将凶手绳之以法 这样才能为自己死去的战友报仇 还有可能恢复职位 第二日 两个人一起来到滑冰场上 吴志珍一个人自顾自滑着 渐渐往越来越偏僻的角落滑去 张自立健壮也紧随其后 在无人的角落 张自立一把将吴志珍扑倒 二人热情拥吻 还是一直担心 张自立安全的小王忽然出声 才打断了二人 可即便如此 张自立在回程的车上 还是忍不住和吴志珍亲热起来 完全没有注意到 身后就有一辆大货车 紧紧跟随着他们 而跟在大货车后面的 就是因为担心张自立而赶来的小王 小王很快对货车司机起了怀疑 因为这个司机挡着脸 脖子上面挂着一双冰刀 想到两起碎尸案的死者 都是华野冰时被杀害的 小王赶紧跟上去 想要把人带回警局问话 面对小王的盘问 司机表现得十分敦厚老实 还和小王商量 自己的胳膊摔伤了 能不能从前面靠上手铐 见司机如此配合 小王也卸下了防备 却没想到就在下一秒 司机突然抱起 紧握手上的冰刀 狠狠地砸向了小王 砸了一下 觉得不足以致命 又连着砸了好几下 才肯罢休 小王失踪了 约会回来的张自立 很快发现这一情况 他意识到 小王很可能遭遇了危险 正当张自立坐在小王车里 不知所措时 他忽然发现了 小王留下的字条 上面记录着一个车牌号 张自立顺着小王留下的线索 终于找到了大货车 他偷偷尾随着司机 亲眼看着货车司机 把一个个装着尸体的包裹 扔向了通往全省各地的 拉煤车上 尸体天女散花的原因 终于找到了 而对于司机的身份 张自立也有自己的猜想 他借用滑冰场的广播站 我想找个人 司机很明显 对这个名字有反应 他稍微愣了一下 紧接着迅速往冰场外围滑去 张自立见状想追 却苦于滑冰技术不好 摔倒在地 让司机逃之夭夭了 张自立第一时间 把这个发现报告给了警察局 警察于是对吴志珍进行了审问 吴志珍这才把事情真相说了出来 原来梁志军并没有死 他在1999年抢劫时失手杀了人 为了能够脱罪 把自己的证件和死者的尸块 一起扔进了拉煤车里 梁志军是郭邦员 这种行为很好操作 因此无人发现 梁志军也成了活死人 这些年来 梁志军一直掌控着吴志珍 只要吴志珍和哪个男人想要定下来 他就会杀掉那个男人 这也就是后面梁起碎事案的由来 吴志珍说自己早已厌倦被掌控的生活 可以配合警察将梁志军抓捕归案 男人一脚迈进超市 忽然转身拔腿就跑 埋伏在四周的警察连忙追了上去 周围已经早就被警方团团围住 梁志军无路可逃 随着一声枪响 这个逃跑了五年的凶手终于被击毙 碎事案自此告破 事情本该皆大欢喜 可就在案件收尾阶段 警方向吴志珍索要五年前死者的骨灰时 吴志珍却推托说已经扔进河里了 回答再一次引起了张自立的怀疑 因为在五年前 小王曾亲口告诉张自立 死者的骨灰被吴志珍埋在了树下 可现在案件已经结束 吴志珍也终于恢复了自由之身 他为什么还要说谎呢 虽然心里还有疑惑 但张自立却没有表现出来 照常送吴志珍回到干洗店 只是这一次 他正好遇见一个客人来洗皮草 他忽然想起了五年前被吴志珍洗坏的那件皮草 由于皮草的主人后来没再来闹事 老板就一直把这件皮草保存起来 张自立于是花了一千块钱 把这件皮衣买了下来 二人正说着话 吴志珍推门进屋 当他看见这件皮衣时 明显愣了一下 这个反应如何能逃得过张自立的眼睛 他更加确信自己的怀疑没有错 第二天 张自立通过皮草兜里遗留下来的名片 找到了这家名叫白日焰火的叶总会 叶总会老板娘很快认出 这件皮衣是自己老公的 他告诉张自立 自己的老公在五年前和别的女人跑了 自此再也没有落过面 这下张自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出了叶总会后 直接去找了吴志珍 二人相约一起去坐摩天轮 当摩天轮升到最高点时 张自立让吴志珍看向那个名叫 白日焰火的叶总会 吴志珍也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可他却什么都没说 而是转身投入了张自立的怀抱 两个人在摩天轮里亲热了起来 一夜温存过后 吴志珍罕见地画上了口红 还向张自立约定晚上见面的时间 他以为自己委身于张自立 就能让张自立放过自己 可是张自立为了能够回归警队 还是向警方揭发了吴志珍的所有行为 在被逮捕后 吴志珍终于承认 他在五年前被皮草的主人勒索 最终才失手杀了人 而丈夫梁志军为了保护他 才策划了碎尸案 自己也成了一个活死人 案件至此终于真相大白 故事的最后 张自立虽然协助警方破案成功 获得了上司的褒奖 还不停地拍上司马屁 却依然没能回归警队 而在他目送吴志珍上了警车时 他才终于意识到 自己接近吴志珍虽另有目的 但是在相处中 他早已爱上了这个女人 为了前途背叛自己心爱的女人后 张自立唯一能做的 大概就是在楼顶为吴志珍点燃一束白锐焰火 无论是皮衣的主人 自己的老公 洗衣店的老板 还是张自立 他们想要的东西 吴志珍从一开始 大概就晓得了 他只能在这些人中不断地周旋 用自己的隐忍掩藏一切 他除了身体手里有什么筹码 值得所有人思考 姑娘白天去小卖铺买了一包卫生巾 晚上跟男友约会时 他却说自己怀孕了 宗药一下子慌了神 平日吊锒铛的他畏畏缩缩起来 然而整个晚上 黄欢一直没有回家 丢了女儿的黄家人找遍村子 却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具胶尸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尸体的身份 但黄欢的失踪 让人很难不将他与这具尸体联系起来 而与此同时 村头小卖部的大壮声称 自己在黄欢失踪的前夜 见到同村的宝山尾随黄欢 与他一前一后 消失在了前往树林的路上 黄家人抓住宝山对质 却不曾想出了宝山百口莫辩的痛楚 原来也有家世的宝山 当晚其实是去了村里 一位有夫之妇丽琴的家里 面对这样极不光彩的不在场证明 丽琴断然否认了他的说辞 原来多年的地下恋情让丽琴深知 宝山这个男人平日虽然花言巧语 遇到大事 绝无半点值得相信和依靠的可能 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 丽琴选择否认这段不光彩的关系 没了不在场证明 宝山杀害黄欢的罪名便无法洗脱 正当黄家众人 准备好好问宝山讨个说法时 村干部却意外在尸体的残骸中 发现了丽琴丈夫陈自立的身份证 这让众人一下子梦了圈 而其中丽琴更尤为震惊 原来丽琴跟陈自立结婚后 一直被陈自立家暴 她想过离婚 但每一次提出离婚 只会换来更凶狠的打骂 宝山曾提出 要设计帮丽琴除掉自立 换取丽琴的自由和幸福 现在丽琴意识到 宝山这次可能真的将许诺付诸了行动 然而当她打电话给宝山 想向她确认时 宝山却在电话中抢先发话 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请求丽琴放过自己 就挂了电话 此刻的丽琴也犯了糊涂 不过糊涂的不仅是丽琴 还有村长 她一直念叨着 要给陈自立打电话确认一下才妥当 她翻遍自己的柜子 找到了陈自立的电话 却也发现自己的一枚奖章不见了 这一瞬间 她好像立马明白了什么 显得心事重重 另一边 丽琴稀里糊涂地 开始处理自立的后事 处理后事要操办得太多 丽琴一个女人 是绝对忙不过来的 好在大壮一直在帮她忙前忙后 大壮单身多年 平日里总对丽琴各种示好 那时的丽琴 心里有宝山 所以对大壮的关心 一直假装麻木 这天 大壮替丽琴去县城 置办出病室要使用的东西 回来的路上 看见一个主拐的瘸子 在路边拦车 大壮定睛一看 拦车的居然就是他 正在帮忙 置办丧葬的自立 自立称自己钱包被偷 只得一瘸一拐地 走着往村里赶 幸亏碰上同村的大壮 不然这回村路 不知还要走多久 抱怨完这些的自立 又说自己劳累多日 现在急需小气一会儿 便自顾自地 在副驾驶上睡了起来 大壮望着眼前的自立 眼神逐渐 从惊讶转变为凶狠 想到丽琴现在的处境 她早已顾不得 厘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捡起路边的石头 望着车内熟睡的自立 想让这个事情 就这么将错就错下去 丽琴身着白服 为丈夫自立出病 谁想出病的路 还没走完 镇上派出所打来电话 让丽琴去一趟 丽琴只得先暂缓丧事的办理 麻烦大壮带她去趟索里 上车以后的丽琴 却在大壮车里 认出了自立用的那把拐杖 一瞬间 她突然明白了什么 来到索里 派出所民警告诉丽琴 自立被发现坠亡 在村城路上的闲人坡 身上除了钱包 其余物品都带在身边 现场也没有发现 什么挣扎和搏斗的痕迹 怀疑是自立自己 失足坠落 原来大壮在出病的前一天 发现自立还活着 为了能跟丽琴在一起 她的确想对自立下手 但终归理智占据了上风 带着自立一起往回赶 谁想这时陈自立突然醒了过来 要去坡背后上个厕所 而正在上厕所的陈自立 恰巧接到了来自村长的电话 腿脚不变的她 为了接着一通意外的电话 阴差阳错 慌乱中失足从坡上滚了下去 等待的大壮纹声赶来 看到陈自立竟意外滚下悬崖 觉得是老天爷也在帮自己 因此把陈自立随身背的包 也一起扔了下去后 就开车回到村里 没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看到车上拐杖的立琴 误以为是大壮帮自己解决了自立 也没有在派出所提出什么意义 就带自立的骨灰回了家 进家门之前 立琴收走了车上的拐杖 并对大壮说了声谢谢 立琴这边的事算是告一段落 可尸体的事却还没有结束 立琴出病时的交尸不是陈自立 那又会是谁呢 这时白虎的哥哥白国庆找到村长 希望借这个尸体一用 原来白虎生前极其是赌 在外面惹了一屁股债 为了躲债的他从不回家 却苦了在家老实过日的哥哥和嫂子 为了摆脱债主不断地上门骚扰 白国庆想演一出白虎死亡的假戏 回村的宗耀看到 村里几个眼熟的壮丁抬着一幅棺材 正给白虎出病 怎么都无法相信 领追地告诉宗耀 白虎前几天喝醉了抽烟 一人睡在草垛上 湿火烧死了自己 宗耀一下子恍惚起来 意外发生那晚 他失手将白虎打死 自己只是将白虎的尸体遮掩了起来 并没有点火 现场也并没有第四个人在场 外人眼中只是暂时失踪的白虎 怎么就被发现交尸 准备入土为安了 村间野地里发现的一具无名交尸 进先后三次被不同的家庭认领 荒诞离谱的情节背后隐藏的 却是最真实的世俗家常与爱恨纠缠 那晚村长的儿子宗耀去优惠黄欢 黄欢情绪烦躁 跟宗耀说自己怀孕了 而正在他不知如何是好时 村里游手好闲的白虎不巧经过 出现在一旁 白虎直截了当地提出 要一万块钱的封口费 不然就把村长儿子 睡别家黄欢大闺女 还搞大人家肚子的新闻说出去 宗耀一下不知所措 他拿不出这笔钱 又实在不想让自己的修饰败露 只能祈求地拉着白虎 希望能再商量商量 在双方的你拉我扯中 宗耀失手 将白虎后脑勺着地地 推倒到了石头堆上 前一秒还在叫嚣的白虎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咽了气 宗耀眼看自己失手杀人 将白虎的尸体 用稻草眼埋后 就带着黄欢逃到了城里 来到城里的小情侣 在宾馆里坐立不安 面对眼下的情况 宗耀想借钱 与黄欢远走高飞 黄欢却只想 尽快回到家中 希望宗耀能主动自首 此刻的两人 各有心事 宗耀晚上睡前发现 自己顺走父亲的那枚奖章 竟不翼而飞 极有可能落在了案发现场 宗耀决定 回老家一人自首 希望黄欢照顾好他们的孩子 其实那天宗耀 去优惠黄欢 恰巧被饮酒晚归的父亲撞见 村长在角落 目睹了宗耀和白虎发生的一切 宗耀落荒逃走后 清白正值了一辈子的村长 为了自己儿子的未来 还是选择了毁尸灭迹 联想到刚因为焚烧草垛 不慎去世的老张头 村长一把火点燃了 埋着白虎尸体的草堆 并在第二天假装 与村民一起 发现了这场意外失火的现场 而白虎身上有陈自立的身份证 就被人误以为尸体是陈自立 巧合的是 陈自立失足坠眼而死 交尸的身份就又成了谜 白家响眼一出白虎死亡的假戏 随即向村长借尸一用 不曾想死者就是白虎 眼看事情发展到现在 真相马上就要被掩盖 村长却发现 白国庆因为白虎不是敌亲为由 并没有将白虎的尸体下葬 村长匆匆赶到棺材旁 看到了尾随出病队伍一道赶来的宗耀 宗耀与父亲一个眼神交流 父子二人便明白了一切 父亲的徽章没有找到 而这无法下葬的棺材和消失不见的徽章 将永远成为案件东窗事发的隐患 最后父子二人终于顶不住压力 选择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他们或许做梦也想不到 徽章其实被宗耀遗落在了黄欢手上 而黄欢出于自保的本能 一直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宗耀 而宗耀也永远不会知道 引发这一系列闹剧的黄欢的怀孕 其实只是他为了逼迫宗耀跟他结婚 而编造的谎言 一起命案的背后 激起了无数人性的梁博 他们不关心尸体是谁 只关心谁死了自己才是利益的获得者 这就是赤裸裸的人性 这个出租车司机也太猖狂了 看到女乘客长得漂亮 就直接将车开到了偏僻路段 一脸坏笑地将弦猪手伸到了女乘客的胸前 纵使乘客拼命反抗也无济于事 然而没过几天这个司机就遭到了报应 只见男人满脸血迹坐在驾驶座上 死者头部附近有许多新鲜血迹 看上去是在车内遇害的 何博士查看血迹后 却指出血迹是后来抹上的 因为在死者受伤部位相对应的高度和位置 并没有大量喷溅的血迹 车内也没有搏斗的痕迹 很明显是个伪造的杀人现场 死者是被杀后转移到车里的 家伟摸了摸死者的口袋 里面的证件和钱包都不见了 看来是遇害后被捡 这时何博士发现了一块石子一样的东西 捡起来闻了闻 机架器还在正常工作 上面清楚地记录着最后一段运营 距离是52.8公里 为了进一步确定死者的死因 警方将现场发现的物证 以及尸体带回了警局 经过尸检 死者是因为右侧头部遭棍棒类 盾气击打 导致的颅骨损伤死亡 死亡时间是前天晚上的6点到8点之间 车上的血迹也是死者本人的 这时家伟也查到死者叫王勇 是个T班司机 据车主老刘回忆 那天下午6点 他把车交给了王勇 都是凌晨还回去 可没想到那天竟然出事了 另外家伟还查到王勇 有个死对头 也是开出租车的 叫攀强 奇怪的是 王勇出事后攀强就不见了 攀强在这个时候 失踪的确有些可疑 家伟猜测 会不会是因为积怨 攀强杀死了王勇 了解这一情况后 何博士立马让行警队 全力寻找攀强的下落 与此同时秦朗也带来了好消息 经过检测现场发现的颗粒物 的确是动物的粪便 值得一提的上面 沾的小草大有来头 那种草叫做紫花牧雪 是一种牧草 只有在养殖场里才有 而本是最大的一家养殖场 距离案发现场 刚好52.8公里 看着王勇的死 一定和养殖场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为了调查背后的真相 秦朗和丹妮 来到了那家养殖场 可接连问了几个员工 都没有见过王勇这个人 而家伟 则去找到了司机老刘 老刘表示 自己从没去养殖场 拉过客人 并且他把车交给王勇之前 刚刚洗过车 车上不可能有动物粪便 那么可以确定的是 王勇当天肯定到过养殖场 就在这时刑警队那边 也找到了潘强 并且已经将他人带过来了 何博士立马对他进行了审问 潘强表示自己这两天 一直在兄弟家打牌 听说王勇遇害了 潘强似乎早有预料 他称王勇这人人品太差 几天前他刚送完客人回来 路过外环路时 看见一个衣衫凌乱的女人 从王勇车上逃了下来 上了他的车 上车之后就一直哭 潘强早就知道 王勇有这个毛病 所以一直看不惯他 当时就把王勇的名字 和地址告诉了女人 让他去报警 可那个女人 好像吓傻了一样 任凭他怎么劝都不去报警 后来他按照女人说的 将他送到了养殖场 女人顾不上找林就跑走了 因为那女人 长得很漂亮 所以他记得很清楚 于是和博士和家伟 再次来到养殖场 将所有女工的资料 带了回来 经过潘强的一番辨认 终于找出了那晚的女人 汪玉 这时 出去调查潘强行动的秦朗 也回来了 案发时潘强的确在打牌 那么潘强的嫌疑 也可以排除了 看来汪玉很可能是 本案的关键人物 然而当家伟 向给养殖场领导打电话时 却被告知汪玉前几天回老家了 要两个月以后才回来 汪玉为什么会在 这个结果眼上回家呢 秦朗试探性地 给汪玉打了个电话 并问起了出租车上的事 谁料汪玉的说法 却和潘强的截然不同 他称自己根本不认识汪玉 更没有见过潘强这个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潘强编故事 消遣警方 还是汪玉在撒谎呢 人们常说是出反常必有妖 果不其然 一家养殖场突发火灾 一名工人葬身火海 警员们十分震惊 因为上午他们刚去养殖场 调查了一起杀人案 这前脚刚走 后脚就发生了火灾 还有一名工人遇难 这位妹也太巧了 据了解那名工人叫黄桥 住在宿舍楼一楼 起火的时候 房间里只有他一人 初步刊定是意外失火 何博士等人来到起火的地方 只见屋内已经被烧成一片废墟 床板和棉被已经烧得不成样子 可能是烟头引发的火灾 然而晴朗却闻到了一股汽油味 不过询问后得知 养殖场里的汽油 存放在房间里 是很正常的事情 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 黄桥很可能是抽烟时 弹出的烟灰点燃了汽油 熊熊燃烧的大火封住了大门 导致自己被活活烧死 可黄桥明知道屋里有汽油 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 正当何博士百思不得其解释 一个男人突然在外面 吵吵着要见黄桥 男人叫韩桂 是黄桥的老乡 对于黄桥的死他十分痛心 据他所说 晚上和黄桥刚喝过酒 一直喝到凌晨一点多 他将黄桥扶上床后 才回去睡觉 半夜听到有人说着火了 他急匆匆跑了出来 结果后来才得知黄桥没能跑出来 回到警局后 消防那边给出了意外失火的结论 可和博士还是觉得不对劲 接连发生两起命案都与养殖场有关 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而这时警局里突然来了个女孩 瞬间将两个案子串联了起来 这个女孩正是他们在找的汪玉 汪玉表示自己上次在电话里没有说实话 她的确被出租车司机王勇骚扰了 逃到攀强的车上后还心有余悸 当时攀强劝她去报警 从话语中得知攀强和王勇认识 就更害怕了 头也不回地跑进了养殖场 在这之后 她将这件事告诉了男友 男友很生气 还要去找王勇算账 汪玉担心出事一直拦着 结果导致两人发生了争吵 后来汪玉打算回老家冷静冷静 谁料警察打来电话 听说王勇死了 她害怕与男友有关 这才谎称没见过王勇 可她既然之前选择隐瞒这段经历 为何现在却来报案呢 汪玉解释当初 接到警方的电话后 就给男友打过电话 男友不承认 昨天她突然联系不到男友了 赶回来一打听 才知道男友被火烧死了 原来她的男友 正是被烧死的黄桥 这么看来 王勇的死一定和黄桥 有分不开的关系 男人在一场大火中 被活活烧死 消防的结论是意外 然而何博士 在一堆废墟中 却找到了一个细小的针头 随后经过化验 针头中居然含有汽油 看来黄桥的确死于谋杀 回去后 秦朗在针管上 套了一根橡胶管 再用管子连接枕头 经过试验发现 水流可以通过管子 从针孔流出 秦朗似乎明白了 凶手的杀人方法 如果有人在管子里 灌满汽油 将针头塞到门里 就能悄无声息地 让汽油流进屋里 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 黄桥屋里窗户的铁栅栏 是锁死的 如果火是从门口开始燃烧的 那么黄桥就无法从大门逃生 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想到这和博士 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那就是出事前 和黄桥喝酒的老乡韩贵 将韩贵带回警局后 他一口咬定黄桥的死 和自己无关 于是秦朗直接在他面前 示范了杀人手法 韩贵明显慌张起来 见警方已经什么都查到了 于是 一五一时地交代了作案经过 原来韩贵和黄桥 一直是铁哥们 黄桥的女友汪玉 被司机王勇骚扰后 韩贵出于仗义就想帮黄桥教训一下王勇 案发当晚他们将王勇 叫到了养殖场草舵那 本想让王勇出钱摆平这事 但王勇不但不给钱 还将他们臭骂了一顿 当时韩贵脑子一热 就朝王勇头上打了一棍子 没想到这一棍子 直接将他打死了 两人担心被人发现 赶紧将王勇的尸体抬到车上 接着开车去了偏远郊区 并伪造了现场 制造出了在车内遇害的假象 本以为这样警方就查不到他们了 可没想到警方很快就查到了养殖场 黄桥被吓得六神无主 两人喝闷酒时 黄桥埋怨韩贵不该把王勇给杀了 韩贵当时很生气 毕竟他也是为了替黄桥出气 谁知黄桥忘恩负义 想去找警察自首 毕竟人不是他杀的 听到这话后 韩贵顿时对黄桥起了杀心 黄桥要是自首了 第一个挨枪子的就是他 之后 韩贵就开始给黄桥灌酒 将烂醉的黄桥放上床后 韩贵将烟头放在了被子下面 之后出去拿来一桶汽油 利用橡胶管和针头将汽油注入到屋内 接着点燃汽油匆匆离开 他知道黄桥的窗上的铁栅栏是封死的 而且汽油是从门边先烧起来的 黄桥根本逃不出去 所以你就把你这个老乡 马上要做新郎的人给活活烧死 因为所谓的蒋义气 韩贵杀掉了王勇 又因为一时冲动杀害了黄桥 韩贵一步步走上了无法回头的道路 王勇虽然坏 但罪不至死 倘若他们行事之前能考虑好后果 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境地 冲动是魔鬼 行事之前五比三四二后行 为了报复狠心的丈夫 女人故意说自己有了外语 丈夫怒不可遏 将它拴了起来 不久后 几个渔民赶海时 捡到了一个包裹 将袋子打开后 竟看到了一堆血肉模糊的尸块 警方赶到现场后 迅速展开勘查 并未发现其他尸块 初步分析 这里并不是凶手抛尸的地方 很可能是因为涨潮的原因 海水反涌进排水口 从而将下水道的尸块冲了出来 于是 警方立即对离海边最近的排水站 展开排查 果然找到了死者其余的残肢 经过DNA排查很快确定 死者陈欣 女三十一岁 是一个家庭主妇 警方赶到陈欣家中后 在卫生间 发现了大量喷溅血迹 排水口处 还残留许多肉渣 经调查丈夫 王大志有吸毒史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没想到 将人带回警局后 王大志竟直接承认 是自己质解了陈欣 但陈欣并不是他杀的 我回到家 发现我媳妇在厕所上吊了 然后我把身体摘下来 然后就分尸了 法医在陈欣身上 发现了许多新旧交加的伤痕 可以确定他生前 长期被王大志家暴 但现有的证据 还无法证明 是王大志杀害了陈欣 检察院决定 配合警方 协助调查此案 之后 警方来到陈欣家调查 在衣柜里 发现了一件全新的女士 妮子大衣 应该是准备过冬穿的 但尺码比他现在的体型 大了很多 另外 陈欣的高跟鞋 也都提前收了起来 根据这些情况 林兰让法医再次做了试检 果然发现 陈欣生前 已经怀有三个月身孕 不过 医院并没有查到 陈欣的建档记录 说明陈欣这段时间 一直在纠结 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 那么 他的死 会不会与怀孕有关呢 然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王大志完全不知道 陈欣怀孕的事 甚至听到这一消息后 还激动的破口大骂 王大志认为 陈欣是在用这种方式 报复自己 所以才用自己的皮带 和凳子自杀 为了确认王大志 是否在说谎 警员根据他的描述 画出了画像 并回到现场进行模拟 发现卫生间拉环上 有很多灰尘 明显很久没用过了 而且 除了卫生间之外 其他房间地面上 也有灵星泄迹 种种迹象表明 王大志在说谎 警方将勘查结果 告诉了王大志 王大志 由于片刻后 表示自己 一直有吸毒的毛病 陈欣还把他送去过戒毒所 但王大志出来后 变本加厉 动不动就对陈欣家暴 他经常用一根牛皮绳 勒陈欣脖子 只要一勒脖子 陈欣就会认错 你最后一次 雷他是什么时候 就是这次 但是我没杀他 我只是把他雷晕了 我没杀他 你在说谎 尽管王大志 一再强调 自己出门的时候 陈欣只是晕了过去 可事实摆在眼前 王大志再嘴硬 也于事无补了 而当时他到底 对妻子做了什么呢 妻子只是买了一件外套 就遭到了丈夫的疯狂毒打 他跪在地上 想要逃跑 却被丈夫 用牛皮绳套住脖子 拖到卫生间 他的头被摁进马桶里喝水 一番折腾下来 被折磨了个半死 最后 丈夫将他拴在暖气片上 离开了家 两天后 丈夫回家了 可看到的 却是妻子早已冰冷的尸体 王大志担心陈欣一死 自己会被当成杀人犯 于是干脆拿起菜刀 被陈欣进行了分尸 又将尸块扔进下水道 可只终究包不住火 陈欣残肢被发现的那一刻 王大志就注定 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审讯室内王大志交代 自己分尸之后 就将勒死陈欣的牛皮绳 烧毁扔进了马桶 本以为有了王大志的口供 就可以结案了 不料 远昊在查看死者家的后院时 惊意外 找到了一个牛皮绳 经检测 这个牛皮绳 就是王大志口中 家暴用的工具 可王大志明明说 已经烧毁了牛皮绳 新发现的这一根 又该怎么解释呢 警员对王大志 使用了测谎仪 发现他的确不知道 有两根牛皮绳 他连杀人的事都承认了 也没有在这上面 撒谎的必要了 由于口供与物证都对不上 案子暂时还不能结案 于是警方继续来到 王大志家调查 这次远昊又注意到 家里的水表 好像不对劲 于是从自来水公司 调查了详细的用水记录 结果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王大志勒晕 陈欣离开家后的第二天 家里的水表走过字 这说明 有人在这段时间内 用过水 并且法医再一次施检后 也发现 死者颈部 不只是勒痕那么简单 他的肌肉 几乎被勒断了 就好像在他死后 依旧有人在勒他的脖子一样 结合这两点线索来看 王大志还真有可能不是 杀死陈欣的真凶 皮绳缩水 神话撒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林兰和远昊 进行了一系列测试 发现不同材质的牛皮绳 在经过水泡风干后 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缩水 而且 其中几种材质 甚至可以对人体模型 造成破坏 如果换成真人 这个程度 完全可以导致窒息死亡 因此 林兰认为 陈欣是想通过自杀的方式 嫁祸王大志 她先是用锁水性极强的皮绳 换掉王大志 以往家暴她的皮绳 又故意惹怒王大志 让她像平时那样 家暴自己 被打晕的第二天 陈欣醒了过来 她打开花洒 让水淋到皮绳上 皮绳完全进尸后 关掉花洒 随着皮绳逐渐风干 皮绳越收越紧 最终导致陈欣窒息死亡 陈欣肯定是恨透了王大志 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拉王大志下水 原本这个计划是天衣无缝的 但陈欣没想到 警方会找到那根皮绳 如果能找到陈欣购买皮绳的地方 案子就可以结了 然而 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 陈欣购买皮绳的皮具店 竟然是王大志的前妻彭娟开的 而且 这两个女人还是闺蜜 也许她们都有被王大志家暴的经历 同病相连的两人才成了朋友 那么 彭娟在陈欣的计划中 担任了什么角色呢 女人遭丈夫家暴 想要逃走 闺蜜竟将这个消息 透露给了丈夫 导致陈欣 遭到了更为残酷的虐待 彭娟躲在暗处沾沾自喜 因为只有这样 她的日子才能好过一点 然而对于彭娟的所作所为 陈欣却一无所知 没过多久陈欣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不想生下王大志的孩子 逃跑无望的她 想到了自杀 于是 找到彭娟出主意 彭娟没有劝陈欣 好好活着 反而教唆她用自杀来嫁祸王大志 拉她一起下水 于是 陈欣听从彭娟的计划 用特制的皮绳 替换了王大志家 抱她时常用的皮绳 之后再用花洒淋湿皮绳 随着皮绳不断风干收紧 陈欣最终窒息而亡 殊不知 彭娟是想利用她的死 彻底摆脱王大志 顺着皮绳这一线索 警方顺藤摸瓜 找到了开皮具店的彭娟 发现彭娟竟是王大志的前妻 而彭娟和陈欣又是闺蜜 这关系不免让人多想 为了了解王大志和彭娟 当初为什么离婚 警方来到了王大志的老家 怎料王大志母亲得知 他们是来调查儿子的案子 立马指着他们撒泼怒骂 骂完就猛地摔上了门 无奈琳兰只能找邻居大妈打听 据大妈所说 王大志不是什么好东西 整天在家打媳妇 五年前 彭娟都怀孕五个月了 硬是活生生被打流产了 据说从此就落下了病根 再也怀不上了 后来王大志嫌 他是个不下蛋的鸡 于是就和他离了婚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警方又去调取了 彭娟的就诊记录 竟发现除了五年前的那次流产手术外 半年前彭娟还有一笔流产费用 可彭娟已经不能怀孕了 怎么还会流产呢 琳兰怀疑半年前流产的 可能不是彭娟本人 与此同时 远昊也调查了彭娟的近货记录 发现彭娟只经过这一次 勒死陈欣的那种皮绳材料 所以 极有可能是彭娟为陈欣专门定制的 于是 警方立即来到彭娟家中 询问有关那种皮绳材料的事 彭娟解释只是巧合 紧接着 警员拿出一张女人的照片 原来半年前去流产的 就是照片上的女人 她其实是王大志的情妇 她的流产 就是因为你嫉妒她 你推的她是不是 事后 你还被她去了医院 对吗 那是她胡说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她吗 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彭娟自知装不下去了 于是 乖乖被带回了警局 之后 警员对彭娟家进行了彻底搜查 发现她的网页日记里清楚地记载了 她想借陈欣的死脱王大志下水的计划 事到如今 彭娟只能全盘交代 她称 王大志就是一个人渣 她一直以来都在遭受王大志的虐待 甚至就算离婚了 彭娟也无法摆脱王大志 王大志隔三差五就来找她 他们一直保持着一种畸形的关系 彭娟一直想杀了王大志 可自己又下不去手 当她发现 陈欣同样在遭受王大志虐待后 就故意接近 与她成了朋友 后来她发现 只要有陈欣分担火力 王大志对她就稍微好一些 所以 她就开始利用陈欣 甚至把陈欣要逃跑的消息 透露给王大志 这样 王大志对她就更好了 后来陈欣发现自己怀孕 就告诉了彭娟 彭娟恨王大志 更恨所有能为王大志生孩子的女人 因为 她已经无法成为母亲 可王大志 却依旧能当父亲 于是 她为陈欣设计了一套自杀计划 并教唆她用自杀来报复王大志 最后 彭娟恨主动提供凶器和方法 帮助他人死亡 涉嫌故意杀人 被判入狱 等待他的 将是法律的制裁 彭娟作为一个被家暴的苦命女人 不仅没有联系 和她同样处境的陈欣 竟然还利用陈欣的死 达成自己的目的 走到今天这一步 她一点都不可怜 因为 她根本没有人性 被家暴 本身就是一种悲剧 陈欣更应该及时离婚 脱离苦海 不该用生命为代价 惩罚施暴者 为了这种人扎搭上生命 实在不值得 女司机开着车敷面膜 前方突然出现一个白裙女人 她猛地踩下刹车 却发现面前空无一人 女人担心自己撞到人 她立马接下面膜下车查看 可四周静悄悄的 难不成是自己看错了 谁知女人刚刚返回到车上 车内就传出了阵阵尖叫声 紧接着 车子也剧烈摇晃起来 没意会功夫女人就领了盒饭 而这期诡异的命案 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几天后 三个女大学生聚会回家的路上 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他们回头一看 竟有一个女孩躺在血泊中 身旁还有一张带血的面膜 与此同时 一名男子来酒店找女友约会 却发现女友赤身裸体 死在了衣柜中 而她的脸上也敷了面膜 三名女性接连遇害 且都与夜间敷面膜有关 一时间在网络上迅速传播 人们的猜测和议论 让面膜灵异事件迅速升级 正当警方毫无头绪时 竟然又出事了 富家女苏瑶 带着与前夫的女儿天天 跟现男友林浩文去游乐园玩 可就在他们买票的时候 天天突然不见了 两人焦急地边喊边找 最后在滑梯上看到了 背对着他们的天天 而当她转过身 苏瑶被吓了一跳 天天的脸上居然敷着面膜 想到最近的面膜事件 苏瑶立声训斥 天天截掉面膜 林浩文见状 便带天天去做旋转木马 随即安慰还在生闷气的苏瑶 谁料就这么一会功夫 天天就失踪了 警方一连找了三个月 始终一无所获 为了尽快找到天天 苏瑶请来了私家侦探沈薇 她还希望沈薇私下帮她查一件事 她怀疑天天的走失 与林浩文有关系 因为苏瑶刚怀了林浩文的孩子 天天就失踪了 苏瑶怀疑是林浩文 为了苏家的财产 故意弄丢了天天 苏瑶整日一泪洗面 思念沉寂的她 频频出现幻听 医生建议换个生活环境 以免再受到外界刺激 于是苏瑶决定 把女儿和林浩文 送到远离都市喧嚣的老宅静养 回到老宅 管家秦嫂 已经将这里的屋子 打扫得干干净净 窗外的院子 长了许多杂草 林浩文建议 种些花花草草 这样苏瑶心情也能好一点 很快 秦嫂就找来了几个工人 开始在后院栽花种树 这时 两个调皮的小男孩过来看热闹 从土堆里捡起一块布 当她挡在面前时 又把苏瑶吓了一跳 居然是一张面膜 不一会儿功夫 后院就陆续挖出了许多面膜 秦嫂得知苏瑶受了惊吓 急忙过来解释 之前那里堆了不少垃圾 可能是没清理干净 现在他们已经收拾干净了 原以为这只是小小的插曲 却不料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女人独自在家泡澡 却发现地板上出现了两排小孩脚印 外面还有孩子哭声 苏瑶顿时想起了失踪的女儿天天 连忙穿衣服出门寻找 顺着声音 她来到了一片漆黑的小树林 而她的身后突然出现一个敷面膜的白群女人 苏瑶被吓得魂飞魄散 拔腿就跑 听到声音的林浩文立马赶了过来 看到情嫂正服着昏迷的苏瑶 随后苏瑶被紧急送到附近的医院 可惜腹中的胎儿没有保住 在经历了天天的失踪后 苏瑶第二个孩子也离她远去 更奇怪的是 苏瑶昏迷中还在喊着一个名字 叶冰 这个人又是谁呢 沈薇找到林浩文了解情况 林浩文的回答令她震惊 叶冰其实是林浩文的前女友 不过叶冰早在五年前就上吊自杀了 可苏瑶怎么会突然提起叶冰的名字呢 就在这时 病房内传来苏瑶的尖叫声 两人立马冲进病房 可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 苏瑶居然失踪了 而沈薇此时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这一连串事情的发生 应该都与叶冰有关 为了调查叶冰的过去 沈薇来到叶冰之前的住处 正当她四处翻找的时候 林浩文也跟来了 得知沈薇怀疑叶冰 林浩文十分激动 直到沈薇拿出一张医院剪刀的照片 上面正是五年前的叶冰与苏瑶 原来今天是叶冰的忌日 五年前 叶冰是是戏曲团唱轻衣的 苏瑶是她的闺蜜 后来剧团改制 叶冰也失业了 而那时的林浩文 还是的自由撰稿人 收入并不稳定 于是 叶冰便去各大剧组里跑龙套 后来为了得到更好的角色和演出机会 叶冰不顾林浩文的反对 去做了整容手术 其实 叶冰之所以这么拼 一部分原因 是为了弟弟叶冰远 叶冰远从小患有孤独症 这一直是叶冰的心病 他们的父母 很早就去世了 叶冰进城打工后 一直是乡下的姑姑 帮忙照顾叶冰远 叶冰最大的愿望 就是治好弟弟的病 所以 她才义无反顾地 躺在了手术台上 整容手术很成功 叶冰的机会果然多了起来 她甚至接到了一个 女一号的角色 然而好景不长 一天夜里 叶冰突然感觉 脸上无比搔痒 仔细一看 竟有些溃烂的迹象 林浩文立即陪她 去了整形医院 可医生却说 只是有点药物过敏 敷几片舒缓面膜就好了 回去后叶冰 每天都敷面膜 可她的脸 非但没有好转 还越发严重 看着镜中的自己 叶冰几近崩溃 她几次轻生 都被林浩文及时阻止了 可一个决心赴死的人 是不会停止脚步的 女孩为了当明星 去做了整容手术 可整容之后 却全脸溃烂 最终女孩 吊死在了心爱的戏台中央 本以为这是一场手术意外 可思家侦探沈薇 却感觉其中另有文章 于是 她调查了五年前的整容资料 发现医生赵成 已经被吊销了执照 资料中 还有赵成和三个护士的合照 令她震惊的是 那三个护士 竟是之前 敷面膜惨死的女人 直觉告诉沈薇 这一定不是单纯的巧合 现如今 林浩文也觉得 叶冰死得蹊跷 于是 两人一起 找到了赵成的家 可敲了半天门 里面都无人应答 而这时 走廊的尽头 传来了哀嚎 两人纹身赶来 看到一个男人 被绑在了椅子上 脸上还敷着面膜 沈薇壮着胆子 接下面膜 发现正是他们要找的赵成 而他的脸 已经完全溃烂 就像当年的叶冰一样 看来他们已经接近真相了 林浩文想到 叶冰生前最喜欢去的地方 就是戏台 如果苏瑶的失踪 真的与他有关 那么他最有可能去的地方 就是戏台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两人立即赶往戏台 谁知刚一下车 就被迷晕了 醒来时 林浩文脚下踩着凳子 脖子上掉了根绳子 苏瑶也这样掉了起来 沈薇则被绑在柱子上 这时 一个穿斗篷的神秘人 提灯走向他们 接着便拿出簪子 做事要杀了苏瑶 林浩文此时还在为苏瑶求情 可神秘人却冷笑一声 播放了一段录像 这段录像 正是造成生前对苏瑶的控诉 原来叶冰的死 是苏瑶一手促成的 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为了得到林浩文 神秘人一脚踹开林浩文的凳子 要让苏瑶尝尝 失去挚爱的滋味 看着林浩文在空中不断挣扎抽搐 苏瑶歇斯底里地哭喊着 好在绳子突然断开 林浩文倒在地上生死不明 苏瑶终于开始忏悔 原来苏瑶一直喜欢着林浩文 只要有叶冰在 苏瑶就是千年老二 每当看到林浩文和叶冰在一起 他就极度地要发狂 之后 他意外得知了叶冰要整容的消息 于是便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他要毁了叶冰 不久后 苏瑶给了赵成五十万 要他想办法 毁了叶冰的脸 果然叶冰整容之后 脸上就出现了感染 赵成又让叶冰 使用了掺有化学物质的面膜 导致叶冰的脸彻底溃烂 为了彻底摧毁叶冰 他还故意来找林浩文聊天 让叶冰误以为林浩文嫌弃自己的脸 最终心如死灰的他 才吊死在了戏台上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秦嫂带着天天匆匆赶来 原来神秘人就是叶冰的弟弟叶冰远 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姐姐报仇 秦嫂是他的姑姑 他不愿看着叶冰远一直错下去 便不停劝导他 但叶冰远还是认为是林浩文喜心厌旧 才导致了姐姐的自杀 这时 林浩文面对镜头 诉说了对叶冰的爱 他还走进湖中准备殉情 结果被苏瑶救了下来 在苏瑶的陪伴下 林浩文逐渐走出了阴影 并开始了新的生活 所以林浩文并不是喜心厌旧 得知真相的叶冰远终于释怀了 他接下面膜 扔掉了簪子 准备接受法律的严惩 为了替姐姐报仇 叶冰远杀害了三个无辜的护士 而罪魁祸首苏瑶虽然也犯了罪 却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影响 极度是一种可怕的情绪 他会无限放大一个人的贪婪与欲望 直至万劫不复 做任何决定之前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不要成为被极度支配的傀儡 漆黑的深夜里 一辆车在经过盘山公路时 撞到巨石 方向偏移 导致车头撞向山体 下一秒 车子砰的一声 爆炸了 次日一早 警方封锁了现场 车子已经被烧的 只剩下框架 驾驶座上 还趴着一具烧焦的尸体 随后警方 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 盛南在车上 发现了一个酒瓶 不远处有块锯石 而路中间 还横躺着一棵歪薄树 整个现场看起来 就像是司机酒驾 为了躲避路上的障碍 导致车毁人亡 然而盛南仔细勘察后 却发现 现场没有刹车痕迹 并且 车子是先撞到石头 才撞到山体的 这种情况 下车子爆炸的几率很小 而且 车上那个陶瓷酒瓶 实在太明显 很像是故意干扰警方判断 所以 他怀疑 这不是一起意外事故 然而小张却认为 没有刹车痕迹 也可能是因为 情况紧急踩空了 或者是踩错了油门 车子爆炸的几率 小不代表没有几率 而且 有的酒鬼 就是会边喝酒边开车的 两人意见发生分歧 局长连忙打断 毕竟 目前死者的身份 还没有查出来 根据现场车架号确认 这辆车 是星云电子厂的 于是 盛南和小张 立马来到了星云电子厂 但没想到刚一下车 一个黄毛看到他们撒腿就跑 看起来非常可疑 盛南骑车一路追赶 最终走投无路的黄毛 乖乖束手就擒 一问才得知 黄毛是把他们当成了上门讨债的 一番询问后 得知黄毛叫牛强 是电子厂的厂长 而那台车平时都是老板杨健在开的 据牛强回忆他 最后一次见杨健是在两天前的周五 杨健这人喜欢画画 周末都会去山里写声 难道这真的是一起意外吗 很快 杨健的妻子周杰赶来警局认识 当看到现场找到的戒指时 周杰满脸不可置信 这枚戒指正是他们的婚件 随后警方带周杰去辨认尸体 周杰被焦黑的尸体 吓得惊慌失措 他告诉法医 杨健之前爬山的时候 摔一段过右腿 骨头是凸出来的 左边的两颗牙 因为蛀牙拔掉了 周杰所说的特征 与眼前的尸体相吻合 看来死者就是杨健 不过细心的盛南却注意到 周杰的伤心 好像是装的 他一直在偷偷观察警察的反应 为了了解周杰和杨健的夫妻关系如何 盛南和小张 再次来到星云电子厂 不料 牛强并不在 但盛南却发现 桌上有个与车祸现场 十分相似的酒瓶 这时牛强回来了 小张把酒瓶藏到了头盔里 面对盛南的询问 牛强表示杨健夫妇感情很好 从没见过他们吵架 最近厂里要换新设备 厂里的事也都是交给周杰负责 得知杨健死亡的消息后 牛强十分震惊 难怪这几天老板都没来厂里 经过技术人员的检测 牛强那里的酒瓶 与案发现场的酒瓶完全一致 正当警方准备传唤牛强时 牛强却失踪了 看着门口的几个标形大汉 盛南猜测 这几人应该就是牛强的债主 审讯室里光头无标称 牛强之前欠了别人九十万 月底就到期了 前几天说 让他们今天来拿钱 谁知他人就不见了 由于没查到什么线索 警方只能先把人放了 盛南猜测 牛强应该是出去躲债了 他极有可能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根据这一推测 警方终于在牛强的老家找到了他 然而审讯适中 牛强拒不交代那瓶酒的来历 不管怎么问都撬不开他的嘴 牛强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看来他一定与这起案子脱不了干系 盛南猜测 会不会是因为那九十万的债务呢 想到这盛南决定再去找吴彪聊聊 不料这一次 吴彪一看到警方就撒腿就跑 因为天黑路滑还失足摔下了楼 导致头部受到撞击陷入昏迷 能不能醒来还很难说 线索就这么断了盛南很不甘心 然而接下来的一通电话 又让他们重拾信心 男子发生离奇车祸惨死 警方怀疑这是一起谋杀 然而却迟迟找不到证据 这样下去 警方只能以意外结案 全局上下都心急如焚 然而这时死者的妻子周杰 却打了电话 要求警方尽快给杨建开死亡证明 还没有到结案时间 周杰为何这么心急呢 这时交警队长给刘局送来了车祸鉴定报告 刘局有些疑惑 不过是一份报告 怎么还要队长亲自跑一趟 谁知队长却说是周杰每天跑到交警队催的 说是刑警队这边急着用 所以他一有时间就给送了过来 但刘局是从来没催过的 周杰究竟在急什么 就在这时医院那边传来消息 吴彪脱离了危险 现在已经醒了 盛南立马赶到医院调查 吴彪如今成了这副模样 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从吴彪口中得知 牛强一直欠钱不还 前阵子 吴彪就带人把牛强关到狗笼子里教训了一顿 当时牛强也害怕了 贵求吴彪高抬贵手 说过几天杨健要给他发奖金 钱一到手立马还钱 可吴彪根本不信 因为杨健的妻子周杰还欠他们六千万呢 如今自身都难保更别说分奖金了 就算发奖金也不可能发九十万吧 但牛强一脸认真 说三天之后一定把钱给他 吴彪就给了牛强一次机会 只是没想到最后还是没拿到钱 至于他们的债权人 牛强是高大明 杨健则是鼎盛债券公司 得知这一线索后 盛南来到了鼎盛债券公司 从负责人口中得知 杨健夫妇这笔欠款已经超期半年了 本来说连本代利还六千万 可如今他们投资的项目搁置 这笔钱也就打了水漂 负责人实在没办法才找了无标讨债 而高大明那边也查清楚了 牛强因为赌博欠了高大明五十万高利贷 连本代利九十万 这些人都欠了巨额债务 那么会不会与杨健的车祸有关呢 就在这时警方又接到一起报案 冯村有个叫冯复的男人 已经失踪七天了 当时说要去星云电子厂打工 更重要的是冯复和牛强是表兄弟关系 这条线索很关键 盛南认为冯复的失踪一定与牛强有关 警方很快摸清了冯复的情况 冯复有点滞胀 右腿摔断过有点瘸 并且根据调查 牛强上个月三号和十三号去找过冯复 七天前冯复跟家里说要去星云电子厂打工 之后手机就打不通了 冯复的家里人在冯复的抽屉里发现了三万现金 感觉不对劲就报了案 牛强、杨健欠钱被追债 冯复又神秘失踪 而周杰不关心丈夫的案子 反而一个劲的崔警方开死亡证明 这说明杨健的死绝对不简单 而且杨健的右腿和冯复的右腿特征相符 大胆猜测一下 车祸现场的死者会不会是冯复呢 如果是冯复的话 真正的杨健在哪里呢 现在警方还是缺乏关键证据 刘局决定先开一份死亡证明给周杰 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至于尸体先不火化 等丰富的DNA鉴定结果出来再说 丈夫车祸惨死 妻子在拿到死亡证明后 却和自己的司机手牵手去了西餐厅 动作亲密 眼神拉丝 警员小张暗中跟踪 发现周杰和司机八点钟离开餐厅后 一起回到了别墅 司机一整晚都没有出来 看来周杰和这个司机的关系不同寻常 盛南这边已经拿到了两份鉴定报告 鉴定结果与警方之前的猜测一致 车祸遇害的死者并非杨健而是失踪的冯复 并且法医在冯复的胃里 发现了大量酒精和安眠药成分 种种迹象表明冯复就是杨健的替死鬼 而刘局那边也查到 杨健一年前在香港购买了一份六千万的保险 并且这个月底就要到期了 难怪周杰天天追着要杨健的死亡证明 这明显就是一起杀人骗保案 如今证据确凿 警方立马对牛强进行了连夜审讯 并对周立和司机实施抓捕 审讯室内牛强面对种种铁证 如实交代了一切 原来杨健知道牛强缺钱 两个月前他把牛强叫到办公室 让牛强帮自己找个体型相貌差不多的替死鬼 桌上的二十万是定金 试成之后再给牛强二百万 当时牛强也是鬼迷心窍 就答应了下来 恰好表哥冯复和杨健体型相符 更重要的是冯复是个智长 人傻傻的很好骗 牛强知道冯复一直想娶媳妇 于是就骗他说要带他去厂子里上班 挣了钱就能娶媳妇 为了让冯复相信跟着自己能赚大钱 他还给了冯复三万块钱 冯复果然信以为真 傻乎乎的就跟着牛强走了 案发当晚牛强在冯复的酒里下了大量安眠药 冯复很快就昏迷了 牛强将冯复放进杨健的后备箱 之后开车上山 杨健交代过看到路中间有颗歪脖子树 那就是车祸现场 牛强制造完车祸后 两人把冯复从后备箱转移到驾驶位 杨健把自己的婚戒带到冯复的手上 牛强在车后面安装炸药 做完这一切后两人点燃炸药离开现场 不得不说牛强真是心狠手辣 为了钱居然联合外人害死自己的表哥 简直禽兽不如 而周杰这边还在嘴硬 说什么都不肯说出杨健的下落 于是警方只能将目标转移到司机身上 得知警方已经掌握了所有证据 司机取下胡子摘掉眼镜 原来杨健一直就藏在他们身边 纵使冯复是个智障 可他也是个人 也有存在的价值 不是可以拿来交易的工具 杨健、周杰、牛强三人 却为了钱财泯灭人性 用如此桑尽天良的方法 害人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洛权整理设的价值